嗨,你好,我是超级SuperG 今天我要讲数数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要数数 1,2,3,4 还有到这数 10,9,8,7 开始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这样含叫蛮兴奋的 今天我要讲这些 数数 不好说 不是数数 中文好难 我在台湾常常看到一个观景 我真的无法理解 如果这个有人懂的话 请告诉我为什么 好不好 台湾妈妈们 大约一二年级的小学生 有时候年纪更小的小朋友 餐桌上放着吃到一半的饭碗 人坐在椅子上东倒西歪 虽然筷子握在手里 却一点都不想吃的模样 手指后乱指乱笔 问东问西 有没有 我想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在餐厅蛮普遍的场面哦 妈妈说 赶快吃 小朋友装作没听见 筷子动也不动 赶快吃 听到没 这一笔刚才严厉些 妈妈不高兴了 小朋友不能再继续装下去 只好心不愿 动了几下筷子 还是不想吃 妈妈收起笑容 绑起脸孔说一句 哪一句你知道吗 就是 我数到三还不吃 你知道会怎么样 紧急着开始数 一 二 音量一升比一升高 即时开始 小朋友不知所措 突然放声大哭 我在一旁看着 也跟着紧张起来 事情会如何休息呢 我静静的等着 但 这时候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 早该数到三了 妈妈是不是忘记了 她只顾着 一直想 小朋友确认 吃 还是不吃 小朋友嘟起嘴巴 想摇头 不敢摇头的样子 妈妈又从头开始数 一 二 同一个时间 抽抽大大的小朋友 又再度哭出来 比前一次更大声 妈妈的脸保持原有的镇定 这回以严厉的眼神 看着小孩 还不快给我吃 又从一开始数了 已经成为一种信号 小朋友也听到 一 二 就哇哇大哭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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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才会数到三呢 这个时候呢 忽然有一个画面 跳进我的脑海中 刷一脚 刷一脚的进入倒数的阶段 我小时候看 刷一脚的转播 那位蹲在被压制的选手旁边的 以夸张的大动作 敲着地板 数着秒数的裁判 一 二 有没有 每当右手举高 准备喊出三 被硬生生把它吞下去 整场比赛下来 一 二 出现很多次 但是三 总在最后 关头消失不见 跟我眼前的情况 一模一样 不过 摔角的话 最后 反派的选手 被压倒在地 三会出现 这样 比赛就结束了 可是 妈妈的三 一次都没有听过 奇怪 真的 我想知道 如果数到三 那怎么样 我想问 台湾的妈妈们 谁知道 请留言给我 好不好 我再等 数数 总是有一种紧张的感觉 特别是有期限 就是数到多少就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倒置数 这个数法更有效 快到零的时候很兴奋 谁想出这么刺激又兴奋的方式 我的印象中 第一次听到倒数 是太空锁的发射 3 2 1 讲到数数 马上想到的是 每年12月31日晚上 在台北101举办的跨年倒数烟火的活动 有看吗 今年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 忘了 忘了 也不是忘了 应该是说那时候我在打字 回复大家的留言 所以发现的时候已经跨年了 可是之后我有看 Youtube 跨年倒数烟火的影片 新年快到 旧年只剩下一分钟的时候 主持人开始讲 我们跟2020说慢走不送 接下来女主持人大声开始倒数 20 19 18 虽然是影片 我看画面在心中跟他们一起喊叫 17 16 15 这时候边喊叫边觉得 为什么要从20开始 数到差不多13的时候已经累了 是不是我没有体力 不要数了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S4G到此就结束了 请帮我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留言也很欢迎 那么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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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